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呢 我再给您做一期我的Mac视频 这Mac视频还真是我做这个视频频道以来 第一次 第一期做我的这个Mac视频 其实我有两台Mac电脑 只不过一直就是说 平时用于开发用 从来没有做过视频 今天呢 正好觉得有个机会 做个视频给大家分享分享 从时测试一下我的这个麦克风 因为我这个Windows 平时我做视频的Windows 这个一套这个设备 后这个Mac是两套啊 所以我今天为我这Mac这个电脑 又买了一台麦克风 虽然不是很贵 稍微便宜的东西 但是这个效果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做第一期做视频呢 测试一下这个效果 让大家看看我这个新的Mac电脑 新的这个麦克风效果怎么样 实际上我一般有两台Mac电脑 一台是这个MacBook Pro 这个是一台本机 那个我试了一下 做平时开发可以 但是做视频的速度有点慢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视频 是在我这个iMac Pro上做啊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R17的显示器 但是这太大面做视频 所以我把这个分辨率呢 简单就调了一下 提供现在这个分辨率 不知道行不行啊 看起来 我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 一会我做完视频之后 看一下这个分辨率效果吧 好不好 大家看为什么我要说 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Mac视频呢 是因为这样啊 今天我想我的课程这个 是不是再开点这个手机开发 因为手机开发的话 开发安卓咱们用这个Windows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但是如果要开发这个iOS iPad Mac的应用 肯定是用这个 必须得用这个Mac电脑 对吧 所以我觉得今后可能我如果再开这个 手机应用开发的话 可能还必须得在Mac上开发 所以我这两天把我的Mac电脑了 做了一个简单的设置 目前呢 来说应该是这个录视频没有问题 平时开发的是没有问题对吧 录视频应该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今天呢 简单的 咱们录个视频是吧 录什么 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是这个Swift的这个Playground 对吧 他给咱们提问好多 就是怎么说呢 用Swift开发一些个 怎么说有趣的东西的这么一个平台 在这里面呢 您可以学习Swift开发 还可以开发一些 比如像这种小飞机 对吧 等等的都可以 不要抱这个卫星电脑 小飞机都可以 我呢 简单的先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Playground 大概的使用方法 好不好 正好 我这装上第一个吧 这个学习编代码 咱们试一试 稍等 我是不是已经装一个了 稍等 我打开 我这个怎么单击双击 还没有太搞定呢 稍等 这是Code of Manable 学习编码 可以编的Key 这个不看 能跳过去 是这样 以后如果可能的话 因为我现在还有台 来这个Las Pelley 我也许今后可能还会再编写个IoT的Las Pelley的课程 分享给大家 比如说我自己买个小飞机 大概日本大概一万五左右和人民一千块左右 就能够买一台小飞机 然后呢 咱可以编写小程序 都可以啊 都没有问题 好 咱们先手续啊 这个其实是Mark的一个怎么说呢 这个学习平台 大家请看 我现在就是要控制这个小机器人对吧 然后让他去收集这个宝石 大家请看 收集这个宝石 那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我在这正好试试我这个所有的设备啊 在这边点码啊 稍等 Move forward 我敲一个 Move forward 往前走两步 对吧 再敲一个 然后一步两步 再走一步 往前走三步 对吧 然后Collection 收集 收集 好 咱们代码可以执行啊 按住这个Command加二键 看一下啊 看来是不是往前走了 没问题啊 这比较 让初始 这个主要是给什么 主要是给这个孩子朋友们 是吧 小学生啊 他们去学习编程啊 还觉得特别有趣 准备这么一个平台 反正我感觉也挺有趣的 我一直就是小学生心态 再来个试试啊 这个啊 这个是咱们往前走两步左拐 再走两步吃 是吧 试试啊 Move 这个里面 咱们因为我现在是比较简单嘛 所以仅仅是调用一些函数 今后可以自己才做函数 做负循环调用 这个如果是 这个有孩子是小学生的朋友 不是 就是您呢 有小孩 而且现在正好是小学生 如果想到学习编程了 可以用这工具啊 我觉得挺不错 而且这看起来非常像 我的世界 麦克拉夫对吧 好咱试试啊 嗯 我先让他左拐 然后 move forward move forward 然后collection 收集宝石走 go 这个对我来说 嗯 没难度啊 有点吹 有点吹 后面后面的局 可能比较难 现在看来还相相对简单 是吧 好 那咱们再试一试啊 OK 没问题 吃到啊 よくできました 干的不错 複雅的行动 かきましたね OK 下一步啊 接下来 接下来是 不但要收集宝石 还要点下这个画面下方的 sweak 就这个开关 对吧 鼠标能看见吗 这个开关 好 能试试啊 那咱们就是说 move forward 往前走 再走一步 往前走两步 然后tun左拐对吧 然后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收集对吧 收集完之后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再左拐没说的 再走两步 然后点开关tongo 对吧 好 大家看代码 go 相对比较简单 这个以前呢 我其实在这个ipad上面用过 它这个相同的程序 也提供ipad版本 这个主要是在一个小学校呀 然后普及这个孩子们这个编程教育 这么准备一套课件 那么国内应该也有啊 SPA系 好 咱们再试试啊 我看这用多少关 我看我能不能这个 能不能通关啊 这个 多了一个Nucayana这个传送带 需要把这个传送带 这样咱们主人公走到这 咱主人公叫bite是吧 然后传送过来 咱们试试啊 看一下啊 目往前走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走几步 一二三走三步 然后左拐 对吧 再往前走一步 左拐完之后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 togo点亮思域起 然后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他会再往前走一步 他会走到这来对吧 走到这来之后 咱应该是 再往前走一步 然后左拐 左拐完之后再走两步 因为现在这个代码中没有循环 所以说呢 只能靠这一行行变代码 好 咱们看看 go 行 我Mac如果稳定的话 我准备今后就做些手机开发了 点开关 好的 走 传送过来 没问题吧 再往前走 左拐 再走两步 收拾保持 是吧 OK 行 大概就这么感觉 就说 如果您要是愿意 比如说看我视频的朋友 您可能家里有小孩 正好是上这个小学 是吧 如果又想上编程的话 可以稍微试一试这个用程序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教孩子做些编程什么都没有问题 对吧 OK 这个课件我就暂时给您演示到这 就不再演示了 对吧 OK 然后它里面其实还提供了好多 其他的有趣的一些个应用程序 您都可以去试一试 都没有问题 对吧 OK 然后是这样 咱们再说说我这个Mac电脑 我这呢 其实给你准备了一个Xcode也有 然后呢 这个Android Studio也都有 今上我可能就是说 基于他们做一些开发吧 对吧 包括这个Keynote Keynote我一般是做PPT用 然后这个是我一般的VS 开发软件 对吧 今后呢 我想也是分两套课程吧 Kotlin跟这个Swift 这个单独做这个语言课程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Swift UI的开发 和这个Kotlin这个开发 Android的开发 我可能再做单独其他的课程 好不好 目前的 目前来说像这个 咱们进那个Playground 这个主要是学习Swift 以后比如说我要想做这个 Swift的教学的话 可能我就直接用这个给您做 大家请看 我这个画面看起来也是挺不错 挺棒的吧 最大化 对吧 咱们这可以直接编码都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这做个输出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个Mark的这个字体 包括这个编辑器 这IS Code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评价率不是很高啊 可是我感觉确实挺不错的 行了 这个大概就知道这个意思了吧 就说我今后可能会要给大家再做一些类似这样式的 怎么说呢 Mark上的开发 包括这个IOS 包括这个安卓 我都会在Mark上进行课件的这个视频的制作 好不好 OK 也呢 希望大家就说对Mark感兴趣朋友呢 咱一起来呢 学习Mark 咱们一起来学习这个Mark的开发 好不好 OK 那这一期视频 我看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呢 我会在Mark上呢 再开发一些个Mark的应用 分享给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